两夫妻比武竟引起中华武术和日本武术的对决 日本八大高手跨海前去应战 竟被小伙一一化解恩怨 电影一开始 一夫二代竟被自己父亲安排 娶一个从未谋面的日本妻子 本是很不情愿想装病不见 可当见到女子时竟被她美貌惊楚 并同意这门婚事 小伙名叫何涛 从小就品行端正热爱武术 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武学天才 原本以为日本女人温柔贤惠 结婚后能过个幸福美满的日子 但她的妻子公子其不同 而且还恰恰相反 公子表面文文静静 但却是大大咧咧十足的一枚女汉子 这其中原因是因为她痴迷日本武术 更是新婚早上就要拆家 只见她一脚就将砖墙踹倒 手掌犹如刀剑一般就将石像砍断 将后院拆得七零八落 可这也就算了 竟然还将何涛的练武亭给搬空 更是说里面的兵器全是破烂 并拔出日本剑向何涛炫耀 何涛说中国剑才是兵器之手 并打出一套剑法 公子说 犹如女孩在跳舞一样没有力道 于是就向何涛展示日本剑 何涛出言讽刺 说像是乞丐打狗 公子气急出剑与何涛鄙鄙视 但是公子技术一筹 被何涛挑飞手中之剑 公子不服气 又拿出日本长枪和何涛交手 何涛拿出红鹰枪对战公子 还用红鹰枪将公子的长枪缠住 公子破绽太多 很快就被制服 公子很是不服气 转身离开 晚饭更是分桌吃饭 何涛很是不解 说在中国以前只有杀头的时候 才跪着吃饭 公子听闻直接将鸡蛋挑向何涛 何涛战略性退后 公子不依不饶 更是将筷子碗盘子等当暗器使用 全部丢向何涛 何涛连忙接住 更是举起桌子 想要谋杀亲夫 两人更是将晚饭开展成暗器比拼大赛 有金钱标 非真非刀 非标小穴弟子 公子怎可服输 拿出日本铁海星飞环 十字标铁吉利 何涛拿出秘密武器袖剑被弩 给公子吓到 两人各自不服气 直接来到比武厅 公子虽然痴迷日本武术 但学的很少 两人交手怎可敌得过 样样比不过何涛 公子直接使用忍术 暗中偷袭何涛 但被何涛说这种方法在中国是下三滥的手段 公子听闻很是生气 直接回日本 并下定决心要好好练习武术再回去 而何涛父亲得知公子回到日本很是生气 连忙回去给何涛说明情况 并告诉何涛有个叫五野三藏的 对公子很是喜欢 何涛听闻很是气恼 但有些放不下面子 这时管家给何涛出谋划策 于是就给公子写信 而在日本的公子 收到信后还没来得及看 就被身旁的五野三藏抢走 三藏看到信后更是脸红脖子粗 没错 这封信是挑战书 上面说 日本武术不如中国功夫 三藏看后 直接带着信找到他的老师 加藤老爷子 众人听闻后很是气愤 都要前去应战 于是加藤老爷子带着几人 远渡邮轮来到香港 找到何涛与之鄙视 只见几人中 走出一个日本剑道高手 何涛见众人拿着信来应战 也不好解释其中误会 只能被逼应战 先出手的是剑道高手 日本剑道高手也是厉害 剑道高手出招 就是快准狠 力量很是霸道 两人交手 何涛只能利用身法进行躲避 寻找对方弱点进行还击 找准时机贴身上前 剑道高手有力却打不出 最后只能输给何涛 但因为何涛不懂日本武术礼仪 从而让误会越来越深 临走时 一个空手道高手上前约战 明天比武 何涛得知自己的拳脚功夫不是很好 于是就和几个师兄商量 去找自己的师叔 但师叔脾气古怪 不肯教 几人就上前和师叔交手 让何涛在旁边学习 何涛也是武学奇才 仅仅是在旁边临摹 就已经学会了三四分 而师叔看机学得不错 也尽力掩饰 并出口提示关键地方 第二日 何涛赶来应约前来 空手道可是号称 将身体磨练成武器的武术 出招迅速力大无比 直接将巨石打碎 何涛毕竟也是学习了 师叔的最八仙 形似喝醉 但却是柔中带刚 四两拨千斤 将空手道高手打得连连败退 最后被何涛抓住机会 将其摔倒 空手道高手也落败 这时走出一男子 并约定明早鄙视 何涛和师兄商量 决定使用三截棍 来和此人鄙视 此人将双截棍和拐子 使得出神入化 进攻防守两不误 但是三截棍别听是棍 但却可以变换多样 三棍折叠 将对方兵器卡死 并将武器给夺了过来 对方无奈认输 之后就是红鹰枪 对战日本长枪 双枪对决各有优势 日本长枪更是锋利轻便 既可如长矛斑刺 又可如棍棒一般抽打 红鹰枪因为有红鹰 可以干扰对方视野 占此便宜 何涛也是乘胜追击 利用身法频频占据上风 日本高手无奈叹气认输 下一局对决是短兵器交战 此人来了很是诡异 站在黄包车上 居高临下 两人也不说话直接交手 何涛拿出双刀 对方拿出双膝 日本高手将何涛引到一破庙 想根据地形占据便宜 但不料 何涛双刀使得出神入化 轻松挡下对方攻击 并趁机将对方一柄武器抢夺过来 何涛也不想占据对方便宜 也用一刀和他对决 但日本高手还是不敌 只能认输 夜晚本来是要休息的 但门外闯入一大汗 此人是明天的高手 日本相扑高手 此人进来也不说话 闭眼盘坐 等到十二点钟声响起 立即站起来 要和何涛交手 公子看齐这么无礼 就想上前与之交手 何涛怎可直接让妻子出手 于是上前交战 对方力气很是大 直接将何涛举起摔向地上 何涛小心应对 但还是几次被对方抓住 最后只能将衣服脱掉 管家想偷偷在何涛身上抹油 让对方无力抓住自己 最后踩到油布滑倒在地 第二天凌晨 何涛早已想好对策 对付三藏 只见他将院子里洒满花生 只要对方一来 就能听到声音 但是没想到 对方竟扮成公子的模样 竟一刀滑向何涛 还好何涛一直在提防对手 闲闲躲开 两人第一次交手 也就这样草草结束 第二天何涛如约而至 而三藏扮成一个砍柴老头 等待何涛 这时蓝一老人过来问路 三藏指出方向 就在老头转头后飞出暗器 但被老头背后藏的东西挡住 原来这个问路老者就是何涛 于是两人也不装了 起身开打 两人纷纷掏出长枪交战 几个回合下来 还帮三藏剪剪胡子 三藏利用地形想要暗算对方 都被何涛躲过 并用武器将假人纷纷打倒 而后三藏出现与何涛鄙视刀 日本刀威力很大 力量刚猛快速 但是中国武功技巧很多 何涛利用技巧将三藏逼出两把刀 三藏只能后退约见下一个对战地点 何涛来到地方 竟没有发现对方 于是小心前往 不料地下突然窜出三藏 还好何涛谨慎躲开 三藏便出来使用螃蟹拳与何涛交手 于是何涛便利用鹤行拳与之交手 几个回合就将三藏打得连连后退 于是三藏连忙躲进水中 何涛追来 发现水中有一小根管子 于是就在岸边跟着猛的跳下 本想把人逼出来 不料被三藏用迷药迷晕 三藏将何涛带到几人面前 剑道大师本想斩断何涛手臂 一做惩罚 不料何涛利用碧气功装晕 三藏看何涛起来连忙上前 结果被何涛制住 而身旁的剑客想偷袭 结果被三藏拦下 最后何涛让三藏翻译翻译 这次误会 于是何涛接下剑道大师的剑 平息两人间的误会 中华丈夫是刘家梁导演 由刘家辉 徐绍强 水野杰花等人主演 是一部动作武术影片 由两夫妻的小事 而引起各国武术方面的大事情 大家都知道 各国武术都有什么特点吗 可以在下面讨论留言 好了 今天电影介绍就到这里了 想了解更多 记得关注加一哦 梦德四舅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